最近路易的女儿在网上更新了自己的动态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网友们在看到这条动态后 纷纷在下面评论留言 其中吴振宇的儿子也跑过来凑热闹 吴费曼幽默地在下面评论 我要没了 并且还配上了一个无嘴哭的表情 表示他极度不情愿开学 网友直呼太可爱了 并且还让他好好学习 路易的女儿和费曼是很好的朋友 两个人在一同参加节目时 关系也非常的要好 两个人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网友直呼这样的友谊太让人羡慕了 也有网友看到这条动态之后爆料说 两个孩子的学费十分昂贵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明星 所以也格外注重对孩子的培养 并将他们送入贵族学校 每年的学费就高达十几万 路易的女儿被培养得很好 从之前她和父母一起拍的大片中可以看出 她的长相和气质都非常的出众 一条长腿非常吸睛 而费曼也经常在网络上更新自己的生活状态 从动态中可以看出 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 希望未来两个人都能够健康成长 也希望他们能在学校取得优异的成绩